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诗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生活APP 每年到了毕业季节 那么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面总少不了应景的花束 不过呢 位在花莲的东华大学学生 在今年呢 发起了一项名为花飞花的祝福活动 邀请学生以新鲜的蔬果 以及植物作为材料 包装成花束赠送给毕业生 那么难得的是 他们已把活动扩及到关注环保以及农业等等的议题 那么究竟呢 他们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什么 而在活动推出之后 又获得了哪些回响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硕士班的学生杨复明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 复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复明刚提到 我们这次活动是要把这个蔬果当成花束送给毕业生嘛 我想请你谈一下 当时候怎么会有这个活动的一个想法 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 其实这个活动在很早之前 香港有一个大学就曾经办过 在两年前的样子 那我们注意到 因为香港那个大学 他们是因为他们有农业系就办这个活动 然后农业系的学生们就碰着自己种出来的蔬果 这样子来当做花束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活动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 它跟我们东部 虽然我们中华大学没有农业相关的科系 但是我们有环境相关的科系 包含东部就是以农业作为主要的产业 我们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连结 但是就在连结的过程中 我们就在想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赋予这个活动有更多的价值跟意义 是 因为我们最后其实是想要 大家可以透过参加这个活动 关注到的是整个东部的环境议题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们这个素材 就是说包含这些新鲜蔬果 或者是你们制作的这些材料 都是取自于这个当地的吗 对 我们那天包花的时候 我们当天大家五点就起床 然后我们去到那个街上 因为很多阿嬷他们可能四点多 就会起床去采自己的蔬菜 然后在那个我们街上 就像直接摆着 就是在波罗路边就直接摆着来卖 趁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 这样子 那我们就趁那个时候 去跟那些阿嬷们买 所以你们是真的实际上街去采买 这些材料就对了 对因为他们大部分那些阿嬷们都是家里的四根农 或者是小农这样子 那我们也一方面跟社区做一点连结 一方面买他们的蔬菜 我们会觉得是比一般 透过大盘三中盘三等等来购买 会觉得更新奇更有趣一点 因为一般的学生他们不会注意到 在清晨15点的时候 有这么一群人在街上 他们自己成为一种可能经济 就小小的经济圈这样的感觉 你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说你们那次去的话 你们采买了哪些蔬果 怎么样去制作那个花树 那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大家会知道 如果我们全部都拿蔬果来做花树的话 它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包不包的漂亮 因为很多蔬果它大部分全部都是绿色的 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像大部分在卖的蔬菜都会是绿色的 那到时候颜色配起来就会不好看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像调一些番茄 红萝卜 或者是一些不一样颜色的蔬菜 那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它跟花卉很不太一样 是如果是有关叶菜类的蔬菜 它很容易就是在太阳底下 大概只要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那种叶子底下 它马上就枯萎了 所以我们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是 那你这个部分怎么克服 你们有邀请老师来协助吗 有我们有请了一个也是花莲在地 它是在做一些手工艺的老师 也是花莲在地的青年 那他就教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蔬菜把它包装 所以他又准备了很多蔬菜给我们 他也是自己在冬华的野外 帮我们采了一些像是 姑婆芋的叶子啊 或者是一些枯木啊 那甚至一些椰壳等等的 然后协助我们把这些蔬果 能够包装成为一个花卉这样 所以但是不拖就是说 我们都是取用这个在地的一些蔬菜嘛 蔬果啊 或者是一些植物等等的 像我看到你们还有用这个 玉米 萝卜 辣椒等等 就放到这个芋头的叶子里面嘛 对不对 把整个包起来 对因为在包装的过程中 像有些姑婆芋它其实是不太难采的 它采的过程就是 那些姑婆芋 有些姑婆芋你碰到它会让你全身发痒 所以老师在一边带着同学们去野外采 采那些素材来说 它也一方面可以透过植物跟环境来教育学生 所以我们最后 虽然包装成为一个花束 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 包含老师 包含学生们在参与 然后跟社区居民们购买 然后到野外里面 这都会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等于是有点寓教于乐的感觉 对 我在你这次活动这个推出之后 吸引很多学生参加 我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在旁边看 有没有哪些这个学生的作品 或者是说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你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 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印象的话 就是透过包装成遗书这样子 那我们会蛮有趣的是 因为大家会透过不同的素材 然后就将那个花的样子变形的 就像我们一般认为传统花束的样子变形的 我就举例说像假如有一个同学 他拿了一个椰壳 跟几根槟榔树的枯枝 就槟榔树的 就是结槟榔果的那个枯枝下来 那他就把它配合 然后再放上几点鲜花 他就是有点像一个小小的盆栽这样子 那他里面放满了那个叫做红喜菇 然后再采一些绿色的蔬菜进去 他整个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盆栽 就打破我们以往认为花束 就一定要是遗书这样的感觉 那他这样的东西送出去 其实反而让那个受到的那个毕业生 他觉得很开心 他觉得他有一树非常不一样的树果 对 那这个包装过程会不会很难啊 比如说我们要包花束 就是要把它捆成一树嘛 那那个是不是有点技法在里面啊 对因为在包装的过程 我们大家会非常习惯的是不要再用到一些我们人工制作的材料 例如说以往我们用到包装纸啊 或者是用断袋等等的 那我们就非常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采去尝试很多植物 看他能不能把它弄成绳子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时间在打那些搓成绳子 像我们有用过香茅 因为用香茅搓成绳子它会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我们还用过像九层塔的那个滋干等等的 我们大家会不断的用透过各种植物来尝试 然后也会去看看哪一些植物 它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像我刚提到的九层塔或者是香茅 它都会散发出一些香味 就是让这一树蔬果花 虽然它本身因为没有花没有香气 可是它会因为它的食材而有其他更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如果制作完成 这个也不能放太久嘛对不对 对它基本上我会希望当天就直接食用完毕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 一般我们去的蔬果店他们买的食材 都会有一些可能像冷冻啊等等的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透过这一道的处理 所以它能够保存的期限非常短 是而且我手边资料看到有一个同学 他做了一个叫做技工扇嘛 以这个为题来做包装嘛 没有错 他说这个里面的食材呢 可以等父母亲来学校之后呢 晚餐呢就是用这些食材来做菜肴 对对对 就是这个借由这种过程来分享他毕业的喜悦啦 不过你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啊 除了这个赋予这些蔬果新的价值之外啊 等于呢也是在创造一种这个在地的一个连接关系嘛 我可以请你谈这个部分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包装之前我们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 带着当初说要参加的同学嘛 我们去拜访了非常非常多的有机农夫 或者是对土地友善的农夫 我们大概拜访了六到七位 透过我们花莲有一个叫花莲好市集的一个农业市集 那我们去拜访那些农夫的过程中 我们会直接进入到他们的农场 那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的农点理念 那甚至他们会分享给我们他们在整个冠行农法 在不断事情的当下对于土地的破坏 和他们自己在耕种里面他们的心得 他们的体会 那同时我们也因为我们跟社区的居民们有一些连接 那有一些社区居民们他们有一些土地没有种 他们愿意提供给我们作为耕种教育的用途 所以我们现在也大概有十位同学左右 就是跟着我们不断的在尝试农耕 不断的在学习透过实践土地这件事情 然后关注环境的议题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误会 我们好像包装花束 最后是想要呈现花束 其实没有 我们更在意的是整个过程 大家参与在其中里面 大家彼此周到的连接 跟因为参与因为看到 然后大家发现这个社区 发现这个东部的环境有什么议题 我们更着重的是在于一个 可能是把大学生带出大学 走路到当地走路到在地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不过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好奇 既然你们都已经要毕业了 那你为什么又要愿意投入 花这些时间投入花莲环境的营造当中 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讲 是有一个比较缜密 或者说一个比较曲折的思考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会一直在想象 我们大学生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大学生有没有一个该有的责任 因为我自己是花莲人 我自己感触非常深刻的是 东华大学在20年前 为了东部的教育资源而成立 但是大家会发现整个东部的孩子 因为教育资源的弱势 并没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考上东华大学 等于说一个为了东部成立的大学 但是东部的孩子却没有办法在现有的教育管道里面 去读到这所大学 我就举个例子 就是说在我那一年大一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花友会 就是有很多 只要是来自花莲的同学们都会参加的花友会 那就在东华办了一个活动 邀请当年的新生来参加 那当年只来了大概三四十位的新生 等于说那一整年大一的新生 只有三四十位来自于花莲 但是东华大学一年大概有1800位到2000位左右的新生 大家会知道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它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教育的问题 和花莲现实层面的问题 那我们在带领这群学生们的时候 我们就来思考说 东华大学它到底能够为东部这片土地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如我们回过头 我们从环境从土地从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出发 我们希望能够去做更多的连结 从我们开始做起 把一些更好的价值观 透过一个高等教育学院东华大学 这样的一个探索去散发出去 所以我们会非常着重在于 学生们的价值观的培养 跟整个东华大学 我们之后有一些可能东华大学环境的改造 等等的活动 就触解的议题范围很广嘛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改变外界对于花莲 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说 可以去那边休闲去玩的一个地方就对了 其实你们要谈这个更深层的一个层面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们来谈一谈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知道你们这些蔬果的花束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 有些可能是自己这个毕业生 他们自己就留下来吃了 但是我手边资料也看到 其实你们还运用到这个当地的一些社区关怀的部分 你们这部分你们是怎么进行 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个叫做牛里协会 他一直长期以来在做社福照顾 就是跟当地的独居老人 身心障碍者或等等的家庭 他们有去做送餐 或者是跟他们上课的一些协助 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希望有一些毕业生 如果他们不愿意去处理这些食材 或者是他们只愿意 可能跟他掰张照 那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提供他一个管道 是把这些食材转手 去赠送给这些社区居民们 所以我们就会带着这些BSN 或者是透过他们来直接把花束 他们在使用完以后 花束转交给我们 再转回去给社区居民们 所以我们会希望 大家会知道就是 过往我们在使用花 作为花束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有一点点浪费的行为 因为我们会认为花本身 它跟自然界的连结 是有非常非常积极的关系 那但是当我们把它采摘下来以后 它跟整个自然界的积极关系变消失了 那大家把花拿去做纪念 做祝福或拍完照之后 它最后都是会回到垃圾桶去 我们觉得这样非常非常可惜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 包出来的这些蔬果花束 最后是跟花卉一样 回到这样的管道 所以我们就在想要 怎么样更积极的 让这些东西能够去更好的使用 赋予它更多的意义 其实你们刚刚提到 虽然这个活动 最先开始是从香港那边 我们所看到比较开始的 但是台湾的部分 好像就是我们这边开始先进行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社区关怀的部分 我们在实际下去 赠送这些花束给这些居民的时候 他们收到的反应是怎么样 应该很新鲜吧 有一些长辈会觉得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他们发现里面是 事实上来说 他们就会觉得有点点好玩 有点点有趣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 还蛮奇妙的反应 因为这件事情 对大学生来讲也很新奇 对老人家也很新奇 那当然有一些老人家说 我们在浪费 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 拿去做这个干嘛 但是当他知道 我们其实没有破坏那些食材的时候 他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 他刚刚就是指责了我们 这样子 对 我相信他们收到的时候 应该都很惊喜 对对 以为是这个真的花束 其实里面是可以吃的一些材料 对对 是 不过事实上你们活动 除了关怀这些社区 比较弱势的居民之外 其实你们刚刚也提到 我们有更深一层的探讨一些关于土地 还有这个农业背后的议题 我请你谈一下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是怎么样进行 尤其是我知道你们好像有下乡去跟一些 小农做一些这个田野调查 对不对 对 我们其实跟非常非常多的小农们 做接触 做联络 然后带了大概三四十位的学生们 就是一团一团的 然后去到农夫的农场里面 他们就会跟我们提到整个花莲 我们觉得是一个大家一直以来都互视的议题 因为当大家提到东部的时候 都讲到的是好山好水 那可是大家提到西部的时候 好像都会提到工业污染等等的 但其实花莲在于农业上面 整个农业的环境的 就是农业在使用肥料 使用农药等等的污染 其实是比西部的工业污染来的更为严重 更为严重并不是说它对于人体的伤害 而是因为我们一直长期忽视这件事情 而使得它一直慢慢的扩散扩散 那甚至有一些今年的一些农业政策还助长了这样的风气 我就举例来说就是说像前阵子有那个小地主大殿农的政策 那它让了一些休耕的农地可以在 可以透过一些想要来做农的人去撑租 它虽然是利益是好的 可是在我跟一位朋友假如合伙我们想要种钱 那我们租了50家的农地 那我们两个人就必须得一定要使用到非常大量的机械化跟农药等等的方式来去做耕种 所以小地主大殿农的政策反而对于那些小农民来讲 他们觉得是助长了大家在于破坏土地跟破坏环境这样的行为 因为他们会提到很多 就是像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年开始提到有机啊 提到无毒等等的 但是有机无毒它真正的农夫们他们想要尝试来做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另外一个困难是 当你整个环境都在深沙掃气都在撒农药的时候 你的沟渠你的空气都会弥漫的那种农药 所以你在检验上面你在种植上面就很难去避免 所以一般现在在做那种有机或无毒的农夫 他们必须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他们是要去做一个绿梨 就是在农田里面做出一个隔离袋 维梨那种 就是说他们可能要 可能像假如我要种一甲地 那我一甲地的周围 我可能要种满了香蕉叶啊竹林啊 或者是等等的东西 我还放着其他农田的农药喷洒过来 那有一些人种植水田的话 他就必须得要打地下水 他必须使用地下水源 因为如果一般那个农业沟群的水 他都含有了大量的农药 因为他会经过每一个田 然后再培到你的田里面去 所以他整个环境对于大家想要做友善耕种来讲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我们带着这群大学生们去到他们的农园 然后去聊一些这些议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些大学生们 他们开始会去因为看见问题而发现问题 就是当我们如果过去四年来一直锁在学院里面 就是一直锁在大学里面 我们很容易对于花莲就有一个印象 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 但是那个好无聊其实背后是在于一个 你来花莲当作观光旅游 甚至休闲的层面来看的话 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对于当地的本地人来讲 这边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我们会希望他能够有不一样的价值 跟不一样被对待的方式 那这群大学生们就会因为走出了校园 然后去到了这些地方 他们真正的透过接触在了解一些更细微的问题 而发现自己生活周遭有很多事情 是他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去做的 他们现在就可以去实践社会的地方 等于透过这样子一个沟通的过程 我们还原真正花莲的一个面貌是怎么样子 不过或许我听众朋友会质疑 像这样子一个毕业季的一个蔬果花束的活动 好像这是热闹一时就结束了 还是说其实你们有些比较长远的规划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三四月的时候 我们有曾经想要取消不要再包花了 我们想要做就是转为更务实的方面来做 但是我们也有曾经听到说 其实包花可以作为一种宣传的效果 让更多的学生注意到我们 所以我们才后来又重新做了花束这一部分 那我们最后面持续想要再推动的是 将东华大学的用地转 就是跟学校申请看能不能尝试转作为 应该叫农作地 所以说让学生们可以实际在校园里面更做 那我们同时我们也跟一些社学居民们接触 希望他们可以把一些修耕田 或是他们也在用的农田提供给学生们来做教育用途 那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尝试 因为我们会希望学生们透过实际的经验以后 他们才发现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去年8月其实就已经有一群学生们 在不断的跟踪一直到今年 那我会发现这群学生们大概才快一年的跟踪时间 他们会因为接触土地这件事情 在于很多事情的上面 他们的看法非常的不一样 也会因为有实际的经验 他们会知道这个社区 或是这个东部环境 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 这部分就是我刚刚手边资料看到的 这个叫做可石地景 这个 对没有错 这个规划是怎么规划 这个规划其实 比可石地景来讲的话 会是一般像 他最早提出来的可能是一般的公园 或者是公寓大厦的那种顶楼的阳台等等的 就是透过一些改造 然后让一些本来不是可以跟做的地方 转作为可以跟做的地方 然后自己培育一些蔬菜 他可能比较在一种小资情调这样的想法上面 但是我们想象的是因为东华大学 他总共有250几公顷的土地 他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他在20年前 他曾经是一个甘蔗农的农田这样子 那是因为当地的农部门知道 这边要盖大学以后 所以决定把这些土地用 半卖半送这样的方式捐给了学校 最后才终于盖成了大学 那我们学生们就会在想 就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回馈20年前 花莲这些在地人 为这所大学的付出 那我们最好的想法就是 我们重新耕种这片土地 然后让这片土地 恢复他原本健康的面貌 让我们来回馈 就是花莲的这里的人们 是 那这项计划目前这个 不管是农民 或者我们校方的 目前态度是怎么样 现在推动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很多农夫们会 我觉得比较好 还是农夫们在这一整年来的态度 他们有一点点转变 一开始在看到我们来种 他们会有一点点好玩 然后有一点点觉得 我们大概马上就会走了 可是当我们是去了快一年的时候 他们会突然间会觉得 这群年轻人不错 你们玩真的 对 对 这群年轻人是来玩真的 这样的感觉 那以前我们可能会 有一些植物不会种等等的 我们跑去问社区的一些农夫 他们就也不太容易讲 因为他们觉得你们 就只是来一下下 可是到现在 我们有的时候 自己在田里做 那我们那一天 就有一个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田里弄一弄 然后就跟阿伯 骑单车过去 然后骑单车又回来 然后骑单车又过去 那终于他忍不住 他就把单车停了下来 就直接跑到我们田里 问我们怎么这样做 他就开始就是 手把手的叫着我们 应该怎么种 然后东西要怎么踩 怎么看他手的 就他们开始主动的去接触你 然后去教你 因为他觉得你们在全年期 不太一样了 跟他过去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所以那在校方的部分 我们目前也是 持续在跟学校去做争取 那学校里面 也有释出一些善意 就是说 因为现在东华大学 有圆明院跟环境教育学院 他们两个学问器 都有在做 在尝试做小规模的跟踪推动 那我们想要做更大规模的 就是号召更多同学们 能够以这片土地 然后去尝试更多的利用的方式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你们透过这样的活动 就是让这些学生们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 东华大学学生的身份而已 其实你们可以更走进 当地的一个生活当中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 如果你要跟当地的社区做连结 跟走入他们的生活里面 你第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必须得有跟他们相似的经验 那你在走进去的过程里面 你才能够去更了解他们的生活 然后更了解他们的处境 是 好 那最后一点时间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 我们这个花飞花的祝福活动 或者是想要看看你们作品的话 是不是有哪些管道可以知道 对 大家可以直接查我们的粉丝专业 直接打花飞花的祝福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 架设一个简单的小网站 然后我们会定期的 PO一些我们的 我们的日记等等的 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 我们定期来在做的事情 可是更新的时间不太长 大概可能一个月会有一天 因为大家都忙着在典礼 因为像我们现在 我们可能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 然后太阳出来 可能八九点太热了 我们就回去休息 然后去上课 所以大家时间都压缩的很紧 是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看看 我看了一些 这个还蛮有趣的 这个用蔬果做的一个花束 其实还蛮有特色的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的是 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硕士班的学生杨复明 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他们目前所在进行的花飞花的祝福活动 那么这项活动是邀请学生 以在地蔬果跟植物作为材料 包装成花束赠送给毕业生 那么除了是表达送给毕业生的祝福之外 还更进一步探究关于土地 环境以及农业等等的议题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这项计划 或者是想实际观赏他们的作品 也不妨参考傅明所提供的资讯 你可以上脸书查询花飞花的祝福 来进一步获知相关的讯息 我们今天在单元最后 你要再次谢谢傅明 要跟我分享你们的活动 那么祝福您未来就顺利 谢谢您 谢谢